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腊哲学诞生于小亚西亚 爱奥尼亚的希腊城市来自前苏格拉底人的第一次思考 以自然为中心 以理性思维或罗格斯为基础 标志 是一个源自希腊语的术语 意思是指沉思 反思或推理的词 也可以理解为思想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的解释找到二级或所有事物的第一要素 现实或宇宙的起源 底层和原因 寻找一种在变化中保持永久 完整的物质 成为寻找相对于表象的本质 寻找相对于特殊的普遍性 这在后来为后来的哲学解释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第一批哲学家是一元论者 也就是说 他们寻求现实的单一原则或物质基础 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位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来说 水就是这种原始物质 其依据是 在内陆发现的海洋动物化石以及水是任何生物的营养和生长的根本 是一位希腊哲学家 数学家 几何学家 物理学家和立法者 他在米利都生活和死亡 米利都是位于现代土耳其爱奥尼亚海岸的一个希腊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他是米利都学派的发起人 米利都的泰勒斯也因打破了用神话来解释世界和宇宙 代之以通过自然主义理论和假说进行的自然解释而闻名 并被认为是希腊和西方科学和哲学推测的发起人 阿纳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的或不确定的 他将其命名为Aparam 自然界的对立面就是从它产生的首先是冷和热 他还因绘制陆地图 测量置点和分点 确定恒星的距离和大小的工作 以及地球是圆柱形并战 据宇宙中心的论断而受到称赞 对阿纳克·西曼德来说 原则是猿猴极未定义的 不确定的和无限的 作为所有现实的决定 性原则的东西必须是不确定的 而恰恰是猿猴以抽象的方式指定了这种品质 猿猴是永恒的 总是活跃的和半移动的 也就是说它自己在移动 它是不朽的 不可毁灭的 不受孕的 不灭的 万物都是从它生出来的 所有的东西都出去了 所有的东西都按照一个必要的周期返回到猿猴 由此 世界上相互对立的物质被分离出来 当一种物质压倒另一种物质时 就会发生反应 根据需要恢复平衡 在阿纳克·西曼德看来 原始物质是空气 是一种像猿猴一样的中性原则 但具有特性 他声称 空气通过吸化和凝结转化为其他东西 吸疏是指身体或物质的密度变小的过程 吸化产生火 而凝结作为其反面 产生风 云 水 土和石头 从这些物质中所有其他事物都被创造出来 毕达哥拉斯持有万物皆数的论点 这意味着所有事物的本质和结构 都可以通过找到他们所了达的数字关系来确定 毕达哥拉斯也是西科教传统的一部分 他持有灵魂不死的新颖观点 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有可 能转变成其他动物形态 诡辩家这个词的一般含义 与江湖骗子或概念性杂耍者的含义一致 诡辩家被称为修辞学专家 在古希腊他从事的是教授语言的意义 诡辩家是古希腊的一群哲学家 他们主要教授修辞学以换取金钱 另一方面 赫拉克利特处理了宇宙的感性成为 并假定智慧的理性是这种成为的调节原则 因为他将对立面同意起来 赫拉克利特是一位来自以弗索的前苏格拉底市的 希腊哲学家 以弗索是小亚西亚西海岸的一个城市 在今天的土耳其 赫拉克利特的作品完全是涌叹料 景句是一个旨在以简明 连贯和明显确定的方式表达一个想法的句子 景句以精确的方式化定了一个思想 他也被称为以弗索的黑暗者和占卜者 因为他的风格是指得而非神域的句子 以一种模糊和混乱的方式再现现实 用矛盾 对立和悖论来说明问题 在修辞学的文学人物中 矛盾论是一个逻辑数字 包括在一个表达中使用两个意义相反的概念 这就产生了第三个概念 鉴于Eximoran的字面意思是相反的 荒谬的 例如在短语永恒的瞬间 读者或对话者被迫理解隐喻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一个瞬间 由于在其过程中所经历的强度 使人失去时间的概念 另一方面 反义词是两个相反或互补的 数语之间的对立 悖论或反三步曲是指在逻辑上 与一般意见认为的真实情况相矛盾或相反的想法 在修辞学中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包括使用暗示矛盾的表达方式或短语 悖论也使它有可能证明人类里解的局限性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 现实处于永久的变化之中 每个反面都趋向于它的反面 在一个有秩序和尺度的过程中 按照罗格斯的说法 和他的前辈们一样 他把永生的火设想为宇宙的原则或基础 尽管他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久成为的形象 而不是作为构成所有事物的物质元素 对于埃里亚的巴门尼德来说 现实是一个而且是不可改变的 巴门尼德是一位希腊哲学家 他于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515年 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大格拉西亚的希腊殖民地埃里亚城 就我们从现存的证词中推断 巴门尼德的诗代表了一个神圣的启示 分为两部分 第一篇涉及《真理之路》 它在其中论述了那是或实体 并阐述了几个证明其属性的论点 它与生成和腐败无关 因此是不生不灭的 它是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 因此否认虚无的存在 它是同质的 不动的和完美的 第二步是凡人的观点之路 它在这里论述了星星的构成和位置 各种气象和地理现象 以及人类的起源等问题 构建了完整的宇宙学说 对巴门尼德来说 有存在而没有非存在 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如果没有非存在 变化或成为是不可能的 其不可能性是可以通过逻辑证明的 它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被柏拉图采纳 以证明它将现实分为两个领域 变化的虚幻领域和永恒的真实领域 亚里士多德也将从他的论证中 拯救逻辑和推理艺术的三个基本原则 巴门尼德把理性理解为 人类的思考或推理能力 理解为发现存在的基本属性的手段 存在是一个不变的 不可分割的 不可创造的 不灭的和同志的 在巴门尼德看来 对感官的信任将我们引向 欺骗和错误的道路 也就是意见的道路 真正的东西是存在 以及它是如何存在的 只能通过理性来向我们揭示 随后 一些哲学家开始寻找 现实的一个以上的基础 在这些多元化的哲学家中 最突出的是恩培多克雷 他创立了四元素学说 这在自然哲学中 一直持续到18世纪 水 火 土和空气 从这些元素中 爱和恨的运动原则 构成了所有事物 阿纳克萨戈拉斯认为 一切都由微小的部分组成 由一个被称为 NOS的智能体命令 原子论者构成了 最重要的多元主义学派 对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有很大影响 其创始人Lucipas和Democrates 认为现实是由两种类型的空间组成的 一个空的空间和一个完整的空间 这将是物质 后者由原子组成 顾名思义 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粒子 所有可见的是 物都是由原子结合在一起组成的 由于它们的形式不同 但这些纽带 只有在它们在空旷的空间中 随机运动碰撞时才会发生 下一个视频 在古希腊哲学的框架下 我们将处理古典希腊哲学 诡辩家 苏格拉底 伯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 更多关于历史 神话和哲学的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